大家好,我是阿杜 我现在是在山东烟台 这个烟台它一直是一个海防种地 我们之前看过了它的东炮台 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西炮台 哇,它这里有一个大铁门 里面应该是一个隧道或山洞之类的 现在是把门锁上了 哇,大铁门被锁上了 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到 现在我们开始换一条路去找炮台 它这里的游人很少 好,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上去 哇,它这里有很多的旧房子 这里还有上去的台阶路 在最前面我们看到了一处非常高大的纪念碑 在西炮台这里它还有革命烈士纪念碑 我们从这里攀登上去 我们现在开始上这个台阶 这里有一个五角形的花卉 然后到最上面还有两阶台阶 革命烈士纪念碑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纪念碑底下 革命烈士纪念碑 好,现在我们从这里开始下去 然后接着去寻找我们要找的炮台 从纪念碑下来之后呢 在走旁边的一条上去的路 就可以到达炮台 它这里呢,没有路牌,不是很好找 我已经把这个山转了快一圈了 刚才呢,我为人把那个纪念碑那个山呢 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我又见了一个大爷问一下路 他说就走旁边的小路 走一会上去就到了 我第一个问路的大爷 他不应该要骗我呀 但是 他是看着我 他是看着我往那个方向走的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 西炮台 它这里呢,有很多的层躲着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 我们在这位置往外看一看 在以前呢,它是应该没有这些树木的 应该是一览无余的 哇 哇 它这里呢,有一个山洞 那里呢,是被打通了 这个炮台呢,它在清朝时候就有了 它是建于光绪年间 哇,它这里呢,放的都是一些大炮 我以为它和东炮台一样放的是一些古炮 它是一个近接待的炮 前面呢,还有坦克 当时的李鸿章 李中堂呢,他记得推行洋文运动 他在这个军事上 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的武器 它这里呢,有一个城门 西炮台 在以前的这个烟台呢 这个东西炮台 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看过了 这个大炮的展示 在这个城墙两上呢,都是一些古迹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城墙 原来它的样子 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城墙上看到 东翻两次 这两个意思呢,就是保卫精进的门户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广场 市场呢,它的面积非常的开阔 这里呢,就是当时的一个演兵场 是将士们在练兵的一个地方 好,现在我们接着上去 它这个西炮台呢,它游客是不如这个东炮台的人多 很多人呢,是不好找到这里 我是从纪念碑那个方向所找过来的 这些城墙呢,就是当时的古迹 将士们就是在这里守护烟台 从这里的铁门呢,就可以进入里面的炮台 在这个圆形的炮台里 最中间有一针大炮 哇 在它四周呢,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非常多 这个呢,就是那针大炮 它直直喊面 好,现在我们到它所指的外面去看一下 在以前呢,没有这些树木和这些房地产 可以直接看到海面 哇,视野非常开阔 现在呢,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看一下烟台这个城市 我们从这里接着上去 哇,上来之后呢,看烟台非常的开阔 怪不得以前这个位置可以作为炮台 它这里呢,应该是这种小材料最高的一个建筑 它应该是一个瞭望激情的地方 这里呢,有门,可以进去 它这里呢,很多门呢,都是没有开放 哇 它这个石洞下面的门呢 非常的矮啊 在以前呢,它这里也是一幅门 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被封住了痕迹 这里的街中呢,也是非常的庄重古朴 这里呢,有个大院 它就是吸泡台 一个半地下室的指挥所 上面呢,有四个金色大字 威震福山 正是因为呢,烟台它古城之福 哇,也是非常庄重的建筑 好,我们接着往前面去看 这个吸泡台呢,它没有什么商业的状态 它这里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据说呢,我们在这个吸泡台 它的城墙就是这里 还有泡台呢,它是用大黄米的汤汁 还有三行土 所调成汤子来成的 其实呢,这个东西泡台这两个地方 都是非常值得来的两个地方 在西泡台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原始痕迹的东西呢,还是挺多的 我现在呢,又回到了野兵场这个地方 我现在是已经有一天没有吃饭 四五个小时没有喝水 非常的可和饿啊 好,现在我要去找点吃的和喝的